前桃园市长郑文灿涉贪案在9号裁定二度交保 但检方当庭再提告 因此晚间也火速把卷证送到高等法院 准备要再透过何议廷来审理 而其实这件案子在7年前就已经立案了 但是因为罪证不足两度结迁 外传这一回程生法官认为 检方除了收押者的口供之外 并没有其他新的证据 是在摸索证据 因此这一回还是裁定交保 抗告捐证9号晚间火速送到高等法院 前桃园市长郑文灿涉贪案 法官二度裁定交保 这个答案让检方不服 当庭再提抗告 郑文灿二度逃过积压 停上简便双方激烈攻防4小时 而这起案件7年前就已经立案 前后也经历多位检察官 不过都因为罪证不足二度牵截 而外传这回程生法官当庭指出 这次除了收押者的口供之外 并没有其他新证据 认为检方是在摸索证据 用口供来拼凑证据 最后还是裁定交保 检察官当庭抗告 火速整理抗告证证 晚间8点半就送到高等法院 而高院也在10号上午9点 收案展开审理 这回何一庭审判长兼寿命法官郭玉珍 过去曾审判过郑杰谢一涵 以及夜市国人三大案 而陪审法官黄汉逸 审理过前总统陈水扁设 二次经改贪污案 另外一位法官刘兆局则审理过新竹议员 设诈助理非案 陆高院再度发挥 刚才郑文燦恐怕还要再重跑地院 开第三次积押亭 贪污风暴是否能够全身而退 外界也持续关注 记得综合报道